古代封建社会 讲究的是皇上为九五之尊 出生在皇上宗室的人 必定一世无忧 享尽荣华富贵 但假如不幸处在乱世 也将有可能一息之间失去所有 过着颠沛流离的一生 说到公主 很多人觉得拥有这样身份的人都很幸福 从小就无忧无虑 锦衣于食 但凡事都有例外 在历朝历代中 不是所有的公主都能被宠爱一生 甚至有些公主的遭遇 还步入一个平凡的底层女性 古代的公主身为皇家成员 也是让人非常羡慕的 她们自小就是要尊处优 享受着天下人的敬仰 不过这些也都是外人看到的现象 这些公主的命运其实也都挺惨 常常会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连自己的幸福都没法决定 如果生逢乱世之中 那她们的下场就会更惨 就比如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公主 对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件 即使是正式 也不好意思详细记录 她就是狼牙公主袁玉仪 作为一位贵为公主的袁玉仪 她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遭遇 为什么她的命运如此悲惨 狼牙公主原名袁玉仪 她的祖父是北魏孝文帝的亲弟弟 富有强大实力的高阳王袁雍 父亲是高阳王世子袁太 出身显赫尽管她本应被称为郡主 但由于皇帝和王爷对她特别喜爱 因此她被允许自封为公主 可见她受到了多么宠爱 可以说当时的袁玉仪 就如同北魏皇室的明珠一样 在锦绣堆中长大的袁玉仪 从小受到家族精心培养 亲其书画样样精通 从她受宠程度来看 父亲袁太必然会为她选一个 忠诚可靠的世家子弟作为丈夫 从此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 无忧无虑 然而在年轻的袁玉仪满怀喜悦地 期待着爱情的到来时 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 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当时的太后 是一个极其狡猾阴险的女人 她身居后宫 却一直想干涉朝政 然而皇帝却是聪明绝顶的人 不会放任太后的野心膨胀 因此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虽然受礼法的限制 皇帝也不会对太后采取过分的行动 但太后却不这么想 为了争夺权力与孝明帝对抗 胡太后竟然与她的情人合谋 毒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随后立了年仅三岁的皇子 元昭为皇帝 胡太后的专断行为 自然引起了天下人的不满 而朱容这位兵州大将 便趁机率军攻入洛阳 随后尔朱容将胡太后 年幼的皇帝元昭 以及北魏的数千文武大臣 围困在黄河沿岸 以祭天的名义 发动大规模的屠杀 这一事件被称为和音之变 在这次大屠杀中 高阳王元庸和世子元太 都不幸遇难 而尔朱容在展开残酷的杀戮后 下令手下的士兵 洗劫朱王的府邸 其中富有强大实力的高阳王府 成为首要目标 当黄河大屠杀的恶号传来时 尔朱容的军队 已经闯入了高阳王府 在兄长和姐姐的保护下 袁玉仪逃了出来 但在流亡的乱兵和流民的冲击下 不幸与家人失散 袁玉仪从小生活在优渥环境中 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 她没有任何生存的技能 在街头流浪了几天后 由于她的美貌 被将军孙腾带进了府邸 从那时起 原本身份尊贵的皇族公主 沦为了卑贱身份的佳绩 孙腾极尽所能地将公主留在自己家中 让她日夜不停地为客人表演 夜晚还要侍奉孙腾 对于曾经高高在上的袁玉仪来说 这是莫大的耻辱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孙腾是一个喜心厌旧的人 当对袁玉仪的新鲜感过去后 便将她赶出了将军府 可怜的袁玉仪再次流落街头 一个容貌绝美 但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女子 在战乱纷争的世道中 苦苦挣扎求生 这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在流浪了一段时间后 袁玉仪用自己偷藏的首饰 换来一把琴 靠在街头表演艺术为生 然而 许多从事相同行业的人 对她起了非分之想 常常在她休息时强行侵犯的 久而久之 周围的人都知道了她的存在 她的生活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黑暗 幸运的是 经历了那段充满黑暗和困苦的岁月后 袁玉仪终于遇到了 她生命中的恩人东魏全城高城 随着和阴之变的发生 庞大的北魏政权 分裂为对立的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 坐在龙椅上的孝敬地元善 只是个被操纵的傀儡 东魏的政务都由全城高欢掌控 高欢去世后 她的长在高城接替了全城的位置 成为东魏的新掌权人 正是在那一年 高城在前往朝建孝敬地的路上 遇到了琉璃失所的袁玉仪 高城初次见到袁玉仪时 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作为一个爱美之人 她立即将袁玉仪带到自己身边 成为她的妾室 曾经备受宠爱的狼牙公主 也为一些变故变成了乞丐 许多大臣将她当作玩物 她的生活状况令人痛心 袁玉仪跟随着高城后 她的生活回到了从前 享受着奢华的仪式 高城经常向朋友 炫耀她得到了一个美女 而当他们好奇的时候 高城毫不犹豫地 叫出袁玉仪跳舞演奏 显然 高城对她虽然宠爱有加 但只是将她视为一件战利品而已 后来高城发现 袁玉仪还有一个美丽的姐妹 于是她派人寻找她的姐妹 袁静怡 将她纳入府中 尽管此时袁静怡已经结婚 并有了孩子 对于强势的高城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事 在给予袁静怡的丈夫 催货和儿子丰厚的补偿后 高城心安理得地享受着 而袁玉仪则不得不与姐妹共事一复 得知袁玉仪悲惨的身世后 高城特地向孝敬地请指 恢复了袁玉仪公主的封号 然而 这段美好的生活并没有延续太久 狼牙公主再次遭遇了不幸 为了与姐妹保持在一起 高城在夺敌行动中带着她们参与 计划在战争结束后 直接在新的府邸中继续享受快乐 然而 在战胜之后 高城正准备登基的庆典时 却遭到一个下人轻而易举的杀害 高城的死史袁玉仪和姐妹 再次失去了保护 成为权贵中的玩物 回到了之前凄惨的生活状态 随后 她们甚至被丢弃在街头继续乞讨 可悲的是 许多权贵认为 摆弄曾经的公主是一种成就 最终年仅30岁的袁玉仪 在寒冷的街头被冻死 可以说是最为悲惨的命运 从此这位公主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她一生下来就是公主 享受着锦衣玉食 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而 在国家覆灭之际 作为一个无力反抗的弱女子 加之她的美貌 成为了她最大的罪过 失去了皇室的尊贵 家人的庇护 源于一漂过流离在乱世中 她的结局真是一出悲剧 令人深感惋惜 然而 回想起来 一个毫无力量的弱女子 置身于乱世的颠沛流离之中 她的美貌成为她最大的罪孽 失去了皇室的尊贵 失去了家人的庇护 漂泊的袁玉仪 注定会遭受何种命运 无需多言 只能说 作为一个出生于皇室 身处乱世之中的女子 这是她最大的悲哀